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你在飛 沒翅膀也沒所謂 舞力早已經違背 只要他幾句安慰 一點慈悲 久情的後悔 從小的自卑 馬上就不飲而飛 可是你也明白 如此下陣 會有多分散 愛情又給過你什麼 最好帶走的一定更多 你為何 願意為一秒飛翔 余生在墮落 愛情又給過你什麼 你沈默 在哭笑的範圍我 有什麼花火 不是在你手 一生就散落 愛情又給過你什麼 你沈默 在哭笑的範圍我 誰不是手緊折磨 誰不是手緊折磨 每晚就尋找快樂 無論我怎麼做做什麼 你都把我盡力往外推 每一次 你對我好一些 我以為我就要成功的時候 你又變回了原來的媽媽 你竟然那麼早知道 你一定還給我對不對 你對我 我才 在媽的心裡一定有一個堡壘 裡面住著小柔 我努力過很多次想進去 但是手太堅固了 我做不到 媽 我想拼了命地 拼了命地進到窗袍裡 但是好難啊 我努力了 可是我累了 你也累了 所以我答應你 去嫁給原來 離我哥遠遠的 不再給這個家添一點麻煩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想逼你這麼做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 放開高飛 靜邦你幫不了 你以為 只要你妥協 放棄你後半生的幸福 這個家就可以恢復平靜 斷崗就可以解脫嗎 你別忘了 這不是A或者B的選擇題 A和B中間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人 那就是你 你想過沒有 你才是這個世界上斷崗最珍惜的人 你的委屈求全 破冠破帥 只會讓他更加痛苦 你說 這輩子 除了愛 斷崗還會背上 毀掉你一生幸福的十字架 你以為這樣是為他好 不是 是 那你想讓我怎麼做 你還有另外一條路 你可以 試著不把他當哥哥 什麼意思 你讓我和哥 不行 有什麼不行 他們又不是親生兄妹 如果真的彼此相愛 那為什麼不能在一起 不行 他們能跟相公在一起 所以這才是斷崗痛苦的真正根源吧 是你的反對 才讓他想愛不能愛 有愛又不能說 憑什麼讓安琪付出後半身的幸福 你不懂 他不可能跟小剛在一起 有什麼不可以 只要你放下心裡的怨恨 他們就可以 你們別再說了 我不會跟我哥在一起 過去我不知道我哥的心意 做事沒分寸 其實我媽提醒過我好多回 說我會有嫂子 是我總黏著我哥 我知道媽你在擔心 我會不會搶了屬於小柔的身份 和幸福之後 再奪走你的兒子 媽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為難的 以前我拿我哥 當我最親愛的大哥 當我最親愛的大哥 以後也是一樣 你擔心的事情 永遠都會發生 斷崗 好 你曾經要我發誓 不會喜歡安琪 以後我也不會喜歡 好 那麼 我當了全家人發誓 安琪 我當了全家人發誓 安琪 是我妹妹 我絕不會讓安琪 因為自己欣賞幸福 哥 媽 我不知道你這兩天怎麼了 我也不知道你和原來 到底有什麼交易 但我請你 不要拿我做逼迫安琪的理由 我們不是你的恐懼 交易恐懼 小康你卻是這麼想我 你知不知道當初問了你 我早就 你們每個人都指責我 沒有人知道我心裡面的苦衷 我要不是為了你們 我今天怎麼可能走到這個地步 這件事情 我如果能自己解決 我就自己解決 可是我沒辦法做主 不是我比你們 是有人在逼我 有人在逼我 敏娜 到底怎麼回事 誰在逼你 你不說清楚孩子們怎麼能理解你呢 說不清楚 讓我一乾淨淨 敏娜 敏娜 不管怎麼樣 我不會讓安琪嫁給原來的 出走血 以後犧牲自己的事情 不允許你做 靠飞 带她走 这件事情没有解决 别让她回来 哥 哥 哥 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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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聊聊好吗 我有什么好聊 我的事已经不关你的事了 敏娜 你别这样 我都说了 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你好不容易逃出这个漩涡 你没事干吗跳回来 躺这个浑水呢 这么些年的夫妻了 小刚姓段 安琪也姓段 你觉得家里面有事 我有可能置身室外吗 你看看你 最近老是精神紧张情绪不稳的 我就是想不明白 除了安琪的身世 能够把你刺激到失控 恐怕只有一件事 就是那场车祸 但我还是想不明白 那场车祸 跟安琪结婚有什么关系呢 敏娜 我知道你恨我 你怨我 但出了事 你不能只逼孩子 逼你自己 我们虽然理了婚 但也断不开 我跟这个家千丝万女的观点 敏娜 让我帮你 好吗 我回不了我 没有用的人帮我 南方回来了 南方他真的回来了 他想回来报复我 小康这样大了我不怕 你手去坐牢都没关系 可是南方是要毁掉我们这个家 不行 我不能让他毁掉我们这个家 我不允许 我不允许任何人毁掉我这个家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有我 你还有我的 明娜不管你以前犯了什么错 我来替你承担 好 你在看什么 那些人 那些人怎么了 每个人好像都是一副表情 没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高飞 人为什么那么复杂呀 好像每个人都有好几面 就像我妈 小时候 我总觉得我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曾经爱我疼我的妈妈 一个是眼睛里总闪着厌恶 对我高声吼的妈妈 还有我哥 从小照顾我保护我的哥哥 永远都在我身后 好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累了 向后一靠他都在那儿 可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不在哪儿了 也许 是陪着我太累了吧 太痛苦了吧 我一直傻傻地不知道回头看 也许回头看一眼就会发现 他已经不一样了 高飞 我不明白 我也看不透 为什么曾经那么熟悉 那么要好的家人 现在却像不认识了一样 大家带着 哪儿也别去 我敲了半天门 以为屋里没有人呢 安琪呢 她怎么样了 你怎么了 安琪的事没解决 你妈不肯松口吗 陪我再坐吧 好 不要扬心 也不要难过 一切都会过去的 好 谁说我在难过 你不说我也知道 虽然这次回家 我不知道你家里发生了什么 但一定是让你很难过 很绝望的事 对吗 你怎么知道 也许我经常看着你 我看着你的背影 比你的表情还熟悉 你高兴的时候 背总是挺得很直 你紧张的时候 总是下意识地绷着肩 而这一次 你整个人都垮下来了 就好像一直支撑你的力量 你失去了 你失去了一件最宝贵的东西 所以你哭 是因为我们在难过 我怎么才能帮到你 端高 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让你不难过 傻瓜 你都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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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 人才是傻瓜 你是哪儿来的 爸 高飞 饿了吧 你怎么弄了这狗回来呀 你这个人啊 只要有点事情做 就不会胡思乱想 不是每个人都有两面呢 什么 你之前说的 没错 大部分人心中 都住着两个自我 也许一冷一热 也许一善一恶 或者一个坚强一个弱弱 但我们平时看到的 只是人强大的那个自我 而弱小的另外一个 可能恰恰是我们不喜欢 或者是不愿意承认的自己 但就算你再不喜欢 再怎么想锁住那个自我 迟早有一天 他们是会找机会爆发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假面 就算再亲的人 也不能全部了解 对吗 不是 那你刚才不是还说 我 我说的是大部分人 不包括你 我 你是我见过最单纯的家伙 没有假面 没有掩饰 就好像这个小家伙一样 渴了饿了 一个眼神就会暴露无遗 喂 安琪 就像你的名字 从里到外 都是一只扇着小翅膀 笨笨扑腾的家 喂 可就是这么笨拙的努力 你却改变了身边每一个人 即使现在看不出来 但迟早有一天 他们都会被你征服 ucksерж 五十四 五十六 九七 作曲 李宗盛 高飞他喜欢你你知道吗 今天呀 他为了找我来陪你 跑了全社区十几个男战 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都红了 我能看得出来 他是打心眼里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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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你的 高飞 我也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 但是 我们可以吗 我可以说你 感谢观看 说吧 怎么样才能放过敏娜 放过我们家 难防我知道 敏娜欠你的 不是物质能够补偿的 你失去了你的亲人 小的时候心里面的创伤 这些年来的孤苦无依 让你的心里面 充满了怨气和憎恨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敏娜并不是你想的那种 铁石心肠 不敬人情的人 你以为你失去了很多 但敏娜却在外面逍遥自在吗 不是的 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年来 他受了多大的折磨 他从来没有一天忘过男大妈呢 他有很严重的精神衰弱 不是因为你记得那些匿名信 而是因为 心里面深深的自责跟愧疚 这些年来 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天天噩梦 那是他活该啊 他不是那么最大恶极的人 好 他是撞了你奶奶 他不应该逃跑 但是他瞎慌了 而且车里面有着生病的孩子 他也拨打了一二零 别跟我说这些 就算他有一半个理由 可是我奶奶死了 死了 一切都是因为他害的 他已经付出代价了 这么些年来生不如死的生活 就是个牢笼 他现在已经愿意去自首了 你还要他怎么样 我想我跟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在这儿跟你废话 南方 你到底要什么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南方 南方 我要的 你给不起 我们 给梦子 给梦子 的名字吧 不能一直叫小黄吧 太没创意了 不用请 要不叫喵喵 你确定喵喵比小黄更有创意 那你起 叫起起 不过 我跟她是差不多 都是你捡来的流浪啊 你起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还是在河边 你在虐狗哎 跟你解释过好多次了 我没有在虐狗 安琪 一会儿端端要过来 昨天你走得通吗 什么东西都没拿 她给你送点日用品和衣服 那中午你想吃什么 我刚看到有番茄酱 要不意大利面 好 好 好 进了 还没起吗 昨天没睡好 出去了 段刚 他在躲我 我想 他只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吧 一夜之间 你从一个一心疼爱他的哥哥 变成了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对他有所图 像原来一样 想得到他的混蛋 什么 你知道吗 他永远不可能这么想你 高飞 我没想那么多 如果我一心想要得到他 我当初就不会去江海 我知道 他只是需要时间 好想回到从前 他什么都不知道 每天只会傻呵呵地跟着我在一起 我一个人烦恼就够了 即使一辈子只能做哥哥 没关系 我只要 看见他没心没肺地笑 就够了 我佩服你 换作是我 面对心爱的女孩 想要得到和保护的欲望 只会越来越强 压都压不住 我真的做不到你的直率和无私 你在说谁 没什么 安琪不可能永远躲在我这里 想要还他清白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喂 易子 茶怎么样了 最近我们家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婚事 弄得鸡飞狗汤 我都快烦死了 别烦 你哥既然回来了 你要相信你哥 一定能说服你妈妈的 我哥 他回来只会更早 怎么会 算了 不说我了 说说你吧 你最近和我哥进展怎么样啊 你这是摇头还是点头啊 我也说不上来 我以为我只是看着他 远远的 在身后守着他 他不喜欢我没关系 我喜欢他就够了 可是我越是接近他 我就越渴望他能回头 哪怕是只看我一眼 看我为他所做的努力 难道他没看到吗 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不 不是为他 我是为我自己 我倒希望我能为他做点什么 这几天看着他这么难过 为了你们家的事着急上火 我真希望我能替他分担 可是 我总觉得 我越是拼命地靠近 他的生活里越是没有我的位置 就像他说的 我只是个傻瓜 文文 对不起啊 犯傻的是我 你对不起什么 要不是我鼓励你追他 大胆向他表白 也许你不会像现在这么纠结 再说我哥他 总之是我对不起你 笨蛋 我虽然纠结 但是我没有打算放弃啊 你不是跟我说过 跆拳道的道义是什么来着 忍耐克己 百周不驱 对 就是这句 百周不驱 朝中目标一直努力 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文文 谢谢你的坚持 我真的希望 你是能给我哥幸福的那个人 嗯 我会努力的 干杯 干杯 太好了 有了这段谎言的资料 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谢谢你给他 跟我客气什么 高飞的事就是我的事 论坛发帖的IP查的怎么样了 还有没有交易网站呢 那两个IP都是中转过的 一般很难查出原本 但是 但是难不住我的叶士兄 是 少给我带开帽子 再给我半个小时 估计我就能算出 喂 喂 怎么了 学校要开会 讨论安琪的事情 什么时候 十分钟之后 好 对了 叶子 把还原的照片 也发笑论团上一份 好 校长 校长 这个就是论坛铁队 安琪和徐教授所谓的案子照片 其实全是人工PS照片 这张才是原版照片 校长 你看 这的确是安琪假期旅行时拍的 同样的时间 同一地点 但安琪旁边站的师的同学 根本不是徐教授 而且 安琪穿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泳装 就算段安琪和徐教授 是被别人抹黑的 那交友网站又是怎么回事 校长 你看 这是我们从网站后台提取的资料 所谓的网站最红头牌是这个女孩 和安琪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人窜过来资料 把安琪的头像贴在上面 这对电脑高手来说一点都不能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该追究的 不是安琪的作风问题 而是这个操作幕后黑手 她到底是谁 校长 我妹她还很年轻 她的清白关系这以后的人生 希望校领导能够慎重考虑 放心吧 如果真的有人 拿我校学生的名誉开玩笑 我们一定会出秀的 就是报警调查也不为过 好 谢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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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叶子 查到网站地址了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怎么样 两个网站最终都指向一个方向 在哪儿 天华商场 天华商场 安琪收拾的地方 也是晶晶工作的地方 又是原来 晶晶是工程部的 能编程序会黑网站后台并不奇怪 关键她怎么会有安琪的原版照片 前几个月安琪电脑坏了 就是晶晶给修好了 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动手脚了 原来 不 应该是南方 她这么处心俱虑地谋算安琪 到底是为什么 我觉得南方消失的这十几年里 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她这么对付安琪 没点是像我父母王恩的意思 我听她公司的人说过 原来是彭州设计学院毕业的 也许我们应该先从彭州下手 彭州 我在晶晶家的时候 她爸跟我说过 晶晶就是在彭州旅行时遇见原来的 我这就去彭州 等一下 我去 你帮我照顾我一下安琪 好 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我会 我会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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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电话已关机 打给姥姥 好几天了 高飞 对 从那天陪爷爷说他们要进山之后 就一直联系不上 可能山里信号不好 我之前打电话给他们住过的宾馆 人家说他们在进山之前已经退房了 一般进山最多三天 按理说早应该出山了 那里天气变化大 说不定他们临时改了行程 改什么行程啊 就算去了别的地方也得先出山啊 他们岁数大了 时间长了会受不了的 好了 别担心了 等他们下山啊 再让会也有消息的 先吃饭 吃啊 吃不下 早上不是你点的意大利面吗 不然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蛋饺 以前只要我受了委屈 找姥姥哭鼻子 姥姥就会做一大锅蛋饺给我吃 高飞 我真的好想姥姥 哪怕只是听听她的声音也好 小飞 你喜欢安琪吗 喜欢她 就替我 替她妈妈好好地照顾她 其实这孩子很可怜 从小到大 她最渴望 最缺的就是家人的爱 之前这些年 我已经尽全力给予她爱 不让她伤心 你和我 我恐怕无能为力 安琪失去的爱 我希望你们给她 好 你在干吗 坐单子 别在那看着 我不会 你得骄傲 哦 一个在两面坚强 依靠我在心底 如果时间够长了 就能看清晰 我不会放弃 每天简单的爱 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爱并不是 谁能期待 随便一颗石头 想帮你惦记 梦魏的心碎 可以的话 我们重新来过 可以的话 让我离不她的错 欲途的美菌还有很多 而不知 不信任的残破 可以的话 转过身看看我 可以的话 让我松开你的枷锁 我们的曾经那么寂寞 才真的懂彼此的远落 可以的话 我们重新来过 可以的话 让我迷不得 让我迷不得翻过错 没错的美景还有更多 何必固执 并没有这段残空 等你的后 转过身看看我 可以的话 让我松开你的枷锁 我们的曾经那么寂寞 才真的懂彼此的远落 我来说 我来说 一言之中的远落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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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